四十二分最新现场 带您看威力彩已经连十七杠了 今天预估逃奖上看十亿元 人为一注独得将是威力彩发行以来 第六高的单注逃奖金额 那么不少彩迷风的下注 据说这次呢是主打十四排哦 投注战的现场情况呢 请记者林轻易来告诉大家 轻易 威力彩冲十亿已经连杠十七期的威力彩 今天晚上投降奖金将上看十亿 那我们看到现在投注战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涌入到投注战来签牌了 不过特别的是老板说 今天有许多的民众都来签这个日月牌 什么叫日月牌呢 就是因为日月光牌坊飞水的事件 大家都把这个投注的号码呢 选这个十二二四含三十 怎么回事来听老板怎么说 因为日月光跟日月民工事件 所以大家都特别注重这个日月牌 那日月加起来就是明 尤其是今天是十二月十二号 是双十二这个日利牌 这个应该这个地基 大概一定会出的 二奖就好了 不要成那个十亿的 十又会帮我们下着心脏病 你会造就会造了 好我们看到彩券行的电脑 是从早到晚都没停过 彩券买气好热 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已经翻倍成长了 彩迷们都不想错过这个发财梦 连续十七期没开出来的威力彩 这回投奖 预估上冲十亿 如果一注读得 将是今年第四 史上第六高的彩金 彩迷不想错过 就看今天晚上 奖落谁家 一辆现场最新连线情形 将时间还给彤内 好大家封 威力彩十亿的投奖 没想到现在日月牌 是最夯的时事牌